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语言生成这件事情 那什么叫做语言生成 我们可以用程式去自动产生出一些句子 这大概就是语言生成的例子 那你可以产生句子 你当然就可以产生一整段的文章 好那举个例子 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程式自动帮你写出产生一句话 而且每次产生的话都不一样 各位想想怎么做到 每次产生一句话和产生的话都不一样 好那我这边先给各位看几个例子 所以我先直接切到最后好了 好这是我用程式一开始自动产生数字 这很简单嘛 自动产生出不同的数字 这OK吗 那如果我今天用程式呢 自动产生出浮点数 当然也是可以嘛 这应该是很简单 但是呢 如果我要用程式产生出一个运算式 各位觉得应该怎么做 这是各位今天要做的作业 接下来我如果用程式自动产生出英文的句子 像the cat chess a cat 当然这里的那个加s或不加s 目前没有考虑 OK a dogchess a cat the cat eat the bone the bonechess the dog 骨头怎么会追狗呢 OK a dogchess the bone 这很合理 那那只狗追那根骨头 那a dogchess a cat 一只狗追一只猫 OK a dog eat a dog 哇狗吃狗 这是恐怖事件 a cat eat the dog 有一只猫把这只狗吃了 the dogchess the dog 狗追狗 这很正常 a dog eat the bone 一只狗吃了这个骨头 OK 好 这你要怎么做到 我们下面有程式 先不管这个程式 接下来来看中文版 这只猫追那只猫 这只狗追那只猫 这只猫吃一只骨头 这只骨头追一只狗 一只狗追一只骨头 那只狗追这只猫 这只狗吃一只狗 那只猫吃这只狗 吃那只狗 这只狗追一只狗 这只狗吃这只骨头 看起来都很合理的句子 虽然有些语意很奇怪 好 这是我们的程式 所以我要怎么做到这样的事情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好 好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一些语言的基本语法 你能够用 有了语法之后 你就有办法透过这个语法 产生语言 那我怎么样子去描述那个基本语法 语言的基本语法 OK 好 那这是我们这堂课 今天所要讲 好 那这个语法呢 其实是有层次的 那语言的基本语法有 主要它的理论还是来自Chunsky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 那 这一个生成语法算是在语言学上一个 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语言体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很简单的生成语法范例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等号有时候通常写成键号 就产生的意思 那因为我为了方便 我就直接写等号就好 那S等于AB 请注意这个A呢 叫做非终端项目 也就是说它还会再产生别的东西的 这个叫非终端项目 S也是 B也是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大写 通通都是代表非终端项目 A等于A或者B OK 这叫终端项目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是A这个非终端项目会产生A或B这个终端项目 两个其中之一 那B等于C或D 就是B会产生C或产生D 那这个语言呢 它会产生什么呢 它会产生AC或者AD 或者BC或者BD 就这四种情况而已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 太过简单的语言 那 可是不要小看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例子是 待会 你要产生各式各样语言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 也不是说一定 说用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OK 好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语法来描述自然语言 我们看一个例子 所谓自然语言就是像中文 英文 西班牙文 日文这种叫自然语言 好 那我说 S产生N、V 那N和V之间有个空白 所以我叫空白 那S产生N、V 那A呢 会产生Jung或Marry B会产生Eats或Toss 那这个会产生的语言呢 就Jung eats Jung talks Marry eats Marry talks 就这四句话 这是它所有可能产生的语言 OK 那语法规则如果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描述越来越复杂的语言 取个例子 我们来产生比较像真正句子的 S产生N、P和VP N、P叫做名词子句 VP叫做动词子句 所以S会产生N、P或VP OK N、P、J、VP 不是N、P或VP N、P、J、VP 那N、P又产生什么呢 N、P会产生D D就是定词 就是 耳啊 或者啊 这种 述词 或者是 或者是 的这种 定词 OK 好 那N呢 就是名词 N名词 所以这里 N、Dog Dog 就是 狗 是一个名词 那VP会产生V或NP V接NP V接NP 那VP会产生V接NP 那V呢 又产生什么 V会产生动词 所以这里就 8 动词 NP呢 会产生D 接N 就是又回到这里 又回到这里 OK 所以NP会产生D 接N 好 那所以 TheBone 也是一个NP TheDog 是个NP 但是 AddTheBone 是一个VP OK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OK 这样的三句语法 就可以产生 很完整的句子 OK 好 我们能不能产生更完整的英语语法规则呢 当然是可以 因为英语语法规则 虽然主要是刚刚那三句 但是事实上呢 还有形容词 还有副词 然后副词指句之类的 所以真正的整个英语法 如果要稍微完整一点点 至少要像这样 S产生NP VP 就是名词指句 接动词指句 那名词指句呢 又产生定词 加形容词 形容词可以一堆 然后呢 在名词 再加副词指句 副词指句也可以一堆 所以写信号 那VP呢 又产生V 后面可能会接NP 再加PP PP就是副词指句 NP就是名词指句 那PP呢 又产生P 再加NP P就是副词 副词 再接名词指句 所以大致上 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字 一个句子就是名词指句 接动词指句 一个名词指句 就是定词接名词 一个动词指句 就是动词接名词指句 再接副词指句 那一个副词指句 就是副词 再接名词指句 OK 所以根据这样的规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 The dog saw a man in the park 翻译成以下的语法术 The dog saw a man in the park S产生NP VP NP产生DET加N VP产生V又产生NP 接NP再接PP NP又变成DET加N PP又变成P产生NP NP又变成DET加N 所以The dog saw a man in the park 就这样子变成一棵树 那这是整个生成语法 大致上 用几个范例把它讲完 当然它有比较深刻的内容 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提到 当然对于更复杂的句子像 Ordinary daily multivitamin and mineral supplement could help a dog with diabetes Fight of some minor infections 就是每天服用维他命 多种维他命呢 可以帮助成人去对抗一些感染 那变成这个样子 S变成NP 这里有JJ 这已经不在我们刚刚那个语法里面 我们刚刚语法里面没有JJ 那所以 这个语句已经 语法已经超出我们刚刚的那个语法范围 OK 你要再去新增 让他可以接受这么复杂的语句 那你的语法要修饰 OK 那目前呢 程式语言的语法用这种描述绝对足够 非常够 OK 程式语言的语法呢 往往都还会加上一些限制 不完全只是这样的生成语法而已 那但是自然语言的语法呢 我们可以像刚刚那样描述 但是我们产生比较容易 要产生语句比较容易 我们要认得那个语句 把它变成一棵树 反过来就是我给你一个句子 你把它变成一棵树 比较困难 为什么因为有些字你不认识 然后呢 有些语法不是你所描述的 OK 那另外很多跟意义有关的东西 OK 所以目前自然语言的剖析技术 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些所有句子都可以转成完整的树状结构 通常大概只有六七十%的成功率可以转成树状结构 那所以有时候呢 它会 比如说这一块转好了 上面接不起来 这一块也转好了 我就认这两块就好了 至于它是不是整个接成一棵树就不太要紧 我就按照我所能认识的那些去处理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用一个例子来描述一下怎么样子描述程式语言的语法 产生程式语言的语法 那用这个 这种语法通常我们叫BNF 就是BACUS NUALFORM 那这是编译器的发明人 在发明Fortran这个语言的时候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语法描述规格 那BNF语法像这个 1等于N或者1加减乘除1 OK 这是一个运算式的语法 因为运算式就是什么加减乘除什么 那N呢 等于0到9plus plus就是指一次以上 那0到9是指0123456789 都可以 那这样子所产生的语言就会有像3 3加5 3加5乘8减4除6 那但是这种语言呢 会有个问题 这个语法太简单了 简单到它先乘除后加减或先加减后乘除 没有描述 没有描述的结果呢 就是 就是它会 结合的状况不一定 那如果 应该先乘除结果 它先做加呢 那就会产生语义问题 OK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会看到 为什么会产生语义问题 那这个1呢 那就是ESP运算式 N就是 就是数字 那以这个例子 我们就只有1和N 那 其实我们如果再增加几项 像增加个T 那就 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描述那个阶层性的关系 那我 我这一个例子没有 那我们也可以用 OK 刚刚我用N 现在这里用T 所以 这里有点写错 应该全部用T或全部用N就可以了 那这边是一个 一些符合语法范例 和不符合语法范例的例子 那这是符合语法范例的例子 像这样 4 2加5 2减1除2 减9乘0 OK 它有些有括号 对不对 因为这里有个括号 好 那不符合语法范例的 像S加Y 为什么这个不符合语法范例 因为上面只有数字 不能有S OK 所以它不符合语法范例 那 这个3加大括号8 这个之所以不符合 是因为这个大括号没有配对 因为如果是大括号只有这一个会产生 这个产生的话一定前后会配对 这个大括号没有配对 所以不符合语法范例 那3减乘8除4 这个减乘有问题 这个减乘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呢 只能够加减乘除里面其中之一 接下来一定会接数字 所以这个也不符合语法 好 那刚刚已经讲完了 比较属于范例的部分 就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用这种语法 生成语法来生成语言 那当然反过来 也就是说把这些语言呢 剖析变成一棵树 OK 这些 只要那个语言的语法已经确定的话 是做得到的 语言语法如果没有办法确定 或者它语句可能会不符合语言的语法 那就做不到 那这是 程式语言可以这样做 但是自然语言目前还很难这样做的原因 好 那问题是什么样的语法 够力 什么样的语法不够力 什么样的语法 它具有足够的描述能力 可以描述某种语言 什么样的语法又不具有足够的能力 没办法描述那些语言 好 那这个就要 就是乔姆斯基比较厉害的地方 Chomsky他提出了一个叫Chomsky Hierarchy 乔姆斯基语言阶层 那他把语言呢 大致上从最强大一直到最简单 分成四类 好 这个最强大的语言叫Type 0 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Type 3 那中间就有Type 1 Type 2 Type 0的语言叫做Recursively Enumerable 就是地规可美举的语言 那它对应到的电脑的能力 其实就是图灵机 那其实图灵机就是一般的电脑 而且它比一般的电脑 还要厉害一点点的地方是 它的储存记忆装置空间没有上限 也就是说你有一台记忆体无限的电脑 的能力大概就是图灵机的能力 OK 记忆体没限制 当然其实它的意思是 记忆体加硬点没限制 你既然记忆体没限制了 那就没关系 就是等于是说把那个限制拿掉 它不在乎速度 它只在乎的是 我有沒有办法做某种计算 这种图灵机 那它的规则呢 就是没有规则 什么产生什么都可以 OK α产生β 这个α可以是任何的终端项目 非终端项目都可以 那β是可以任何终端项目 非终端项目 所以这个是最强的 因为它什么规则都可以 那type 1呢就有点限制了 它叫context sensitive 那就是跟上下文有敏感度的 就是上下文敏感的语言 那这种对应到的机器呢 叫做linear bounded non deterministic theory machine 有点复杂 叫做线性有界的非决定性图灵机 那至于这是什么机呢 计算理论才会讲这种东西 我们这门课不去讲 那但是呢 它所对应到的规则 就是ααβ产生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右侧一定至少要有一个非终端节点 而且前面后面接的跟这边呢 前面后面接的要是一样 ok 也就是说它ααβ 然后其实就把a代换成γ 这个γ可以是任意的终端非终端的组合 ok 那这样子的代换规则 当然α可以是空的 β也可以是空的 那如果α和β都是空的 那就退化成type2 变成是下面这种比较弱的语言 但是它如果有东西的话 代表说它这个a会产生γ 或不要产生γ 会受到α的影响 那所以它才叫做context sensitive 就是跟前面有关 跟前后完有关的一种语言 那最常用的即使是这个type2 叫context free grammar 那它对应到的一种电脑机器 叫做non-deterministic pushdown automata 就是非决定性的堆叠机 那这种非决定性的堆叠机 ok 它的对应的语法规则是这样 a产生γ 这个γ就没有限制 但是左边就一定只能够有一个非冲端项目 左边除了一个非冲端项目以外 不能有别的东西 那这种语言当然限制就比较严格 因为它的左边限制的比较严格 那最后一种叫做type3 就是第三型的语言 那它其实产生的语言叫做regular language 就是正规语言 那这种语言对应到的是finite state automata 就是有限状态机 好 各位应该有上过离散数学 对不对 有没有讲到有限状态机 ok 如果忘记了 如果你们还有课本 之后可以再翻一翻 其实离散数学应该这个都上过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它的规则就更严格了 它只能够a产生a 这个a是个终端项目 这边的a是个终端项目 那这或者是a产生ab 这个b是个非终端项目 但是a是个终端项目 只能够用这样的语句去描述语言的话 那这个就称为regular language 就是正规语言 那所以上面的这个αβγ都可以是任何语句 ab呢 是非终端项目 那a是终端项目 好 那type0的描述语言能力是最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刚刚已经讲过type0对应到的是图灵机 而且是一台记忆体空间没有上线的电脑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图灵机就想象成一台电脑 而且它是一台记忆体空间没有上线的电脑 那type1的语言呢 它对应到的是一台记忆体有线的电脑 ok 所以它叫线性有界 这就是记忆体有线的意思 那非决定性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非决定是说我要走这条路 我走那条路 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可以同时走 那同时走当然会比较慢 但是对于理论上来讲 只是时间慢而已 它不在乎时间 那它就做得到 好 那type2呢 这种是限制更强的 那它是 左边只能够有一个非终端项目 那不一定是A 那个符号可以随便 但是一定是非终端项目 规则的右边没有限制 那这种是叫上下文无关的context free语言 可以对应到非决定性的对铁器 那所有程式员几乎都是属于type2的 上下文无关语言 但是也不完全 因为程式员在语法上都是type2的 但是它在语意上其实是前后文有关的 比如说你前面没宣告那个变数 你后面就不能用 但是语法上其实它不检查这件事情 那个是语意上才去检查的 所以在语法上其实它是type2的 但是在语意上呢 它其实就不能够落在type2的范围 好 那我们所用的自然语言 其实通常也用type2就可以描述了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像指称这种东西 你啊我啊他 同样一句就是比如说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事 这样一句话好了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事 我跟这个人讲跟跟那个人讲 他的你会是指不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事 放在前面是约翰 那应该你所谓的你就是指约翰 前面是玛丽 那你就是指玛丽 OK 所以那个跟上下文是有关的 那我们指的是说 语法上其实它是跟上下文无关的 但是语意上可能是跟上下文有关 好 那type3的语法限制是最多的 它左右两边各自只能够有一个非终端项目 那右边呢 的终端项目 只能放在非终端项目的前面 这种叫做正规表达式 那正规表达式 其实现在程式设计里面用的非常多 我们之后会告诉各位 程式里面的正规表达式怎么写 但是我们现在先从理论上来看 好 所以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 type3的语言是包含最小的 它能力是最少的 叫regulate language type2的语言能力强一点 叫context free language type1的语言能力更强 叫context sensitive language 那type0的语言是能力最强 叫recursively innumerable 地规可枚矩的语言 那type2所不能处理的语言 就是type2 这个是type0,1,2 就是context free 这个type2所不能处理的语言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 a,n,b,n,c,n 我们如果用这个type2的context free的语法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辨认a,n,b,n,c,n 也就是说a一定要出现n次之后 然后再出现bn次 再出现cn次 那因为它一定要照顺序来 所以各出现n次 这个type2是上下文无关的 它没有办法记忆你到底出现了几次 所以type2没有办法辨认这种语言 但是你要写一个程式来辨认这种语言 是不是可以 而且很简单 你只要先数a到底出现了几次 然后再b出现几次 c出现几次 那如果都一样那就是对 那如果你要生成这种语言也很简单 我就先生成 我只要决定了n 我就可以把它生成出来 那很简单 比如说n等于1 那我就输出abc n等于2我就输出a,b,b,c,c n等于3我就输出a,a,b,b,b,c,c 重点是你要先记住那个n type2的语法 没有办法记忆 ok 所以下面我们有一个例子 它用type1的语法可以生成这个 只是它写成语法的方式会变得很复杂 这是一个可以生成an,b,cn,cn的语言的语法 长这个样子 s变成asbc s变成abc cb变成hb,hb又变成hc,hc又变成bc ab又变成ab,b,b又变成bb,cc又变成bc bc又变成bc,cc又变成cc 它在干嘛啊 它的目的是去强制那个abc的个数一样多 为什么要写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刚刚即使要产生那个自然语言都很简单 可能用两三条就做完了 它产生一个an,b,cn竟然要这么复杂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用type1的这种 这种context sensitive的语言 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真的难用 所以一般来讲 真正有用的是type2,type3 type0和type1呢 基本上你都可以用写程式的方法 很容易的去克服它 先记住一些东西 而不需要完全用语法的方式去处理 ok 所以当它这个语法要生成aappbccc的范例 就是s先生成asbc 那就是用这个第一条 然后再生成变成aasbcbc 这中间的asbc呢 是这个s生成的 ok 这是变成继续套用第一条展开 然后呢 接下来套用第二条 让它变成aabcbcbc 这中间的abc呢 是 是谁展开的 是这个 你看abc有没有 是s展开的 s展开成abc第二条 ok 接下来呢 变成aabhb 这个谁变成hb呢 仔细看一下 这里说第三条 第三条cb有没有 cb变成hb 那这边呢 bc 这里bcb有没有 bcb 这里变成bhb 有没有 这个cb变成hb ok 所以它用的是第三条 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 第四条 它用的第四条 是hb呢 变成hc 这边它用第五条 hc呢 变成bc ok 那 再来它用第六条 再来又它用第三条 所以这里是 cb 变成hb 再它用第四条 你一定会觉得很乱 因为type2的语言真的 它跟前后文有关 它一直在做代换代换的动作 会觉得很乱 所以这个很少用 我们只是知道说 它其实可以描述这种语法 它可以描述这种语法 就够了 那真正去描述 真正去用这个去换写程式 没人会这样做 ok 因为太复杂 那更不要说用type1去描述 因为用type1去描述的话 你光是在那边代换代换 就代换死掉 type0 用type0的话更不得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实作 ok 那实作里面呢 我先给了一些基本函式库 待会各位都要做实作 这个基本函式库是这样 跟乱数有关 因为我们要生成嘛 我不希望我每次生成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用乱数 有时候生成这个 有时候生成那个 那我要生成 有时候我想生成整数 这时候怎么办 我用rand的int 它其实传回的是 rand这个%n 那我就会取得0到n-1之间的一个数字 ok 这是rand的int 那第二个是用randchar 就是取得这个字串里面 任何一个字元 随机的取得一个字元 ok 那这是randchar的写法 接下来是randstring 就是随机取得一个字串 那我们一个范例是 我如果宣告n是docked 就是名词 名词是狗或猫 那我呼叫randstringn2 2是指这个阵列的长度 这个阵列的长度 randstringn2的话呢 那它就会从这两个里面 随机选一个 也就是狗或猫出来 那所以这里 各位就不用重复再写 你可以直接引用这个韩式库就可以了 那待会我们出作业的时候 就请各位这一段可以直接引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生成type3的正规语言 这type3是最弱的那种 那它只能够a产生a或a产生ab 这样子 这种语法叫做right regular grammar 就是右正规语法 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左正规语法 就是说把那个a呢 从左边呢移到右边 也就是把b从右边移到左边 b从右边移到左边 那这就变成左正规语法 那我们来 这里我们都会用右正规语法来描述 right regular grammar来描述 那我现在已经写了一个程式 待会你会看到那个程式 叫g regular.c 那我执行g regular 它会产生数字 数字也就是说 不管几个数字的这种东西 其实是一个用正规语法就可以描述的 那我们的程式长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这个主程式 我其实就是产生十句话 那这产生十句话 因为我们有随机性 所以它会随机的产生十句话 产生十句什么呢 十句n 这n是什么呢 n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会从0到9里面随机选出一个数字 接下来它指骰值 如果它指骰值 指一个0到9的材质 就是10嘛 rand int是会传为小于10的整数 就0到9 0到9的整数里面 如果那个整数是小于8的 我就继续产生n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n产生这个a 这个就是一个终端项目嘛 就a 然后再产生n 其实它是n产生an 但是它有随机 这里做什么呢 就是它n产生an n也可以n直接产生a不产生n 也就是 这边的a a就现在改成n嘛 n产生a或者是n产生an ok 那这个b跟a可以是同一个 所以它其实有地回性的 只是说 当在这种限制底下的时候 其实它的地回性 并不会很强 好 所以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成 整数 ok 这非常简单 但是其他的生成 也就是这么简单 你会发现后面的生成 都是这么简单 生成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 我们要生成浮点数呢 我已经写了一个叫gflot.c 那 有发现gflot打进去呢 它就会生成这些 这些数字 当然每次生成人不一定 因为跟乱数有关 那 这些都是浮点数嘛 对不对 看得出来 那所以我要产生float 我可以呼叫这个 那 它的语法是这样 f产生0到9f 或者是0到9h 这个f是指浮点数 h是指头 开头 或者0到9 那h产生点t 这个点呢 就是小数点 t呢 是指尾巴 那t呢 又产生0到9t 或0到9 所以这个尾巴也是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程式 去产生 产生10g的f 10g的浮点数 然后呢 一开始一样 从0到9选 然后如果小于7的话呢 这是个乱数的决定 说我到底要不要产生 要产生哪一条 那 它就 互叫f 如果小于8就互叫h 那也就是说只有是 只有是 RAM的RAMT传为7的时候 才会互叫h 那否则的话呢 它会互叫f 那如果是8和9呢 它就不会产生 后面 只会产生前面 好 那 最后呢 这个h呢 就是产生点t 然后呢 t又产生 t又产生 0到9 然后呢 如果小于7的话 继续产生t OK 那这种 跟那个语法上面 唯一的差别 就是它有用乱数来决定 说我到底要不要 要产生哪一条 用乱数来决定 到底要产生哪一条 因为 同样的 非终端项目 同样的非终端项目 可能会有好几条 来看 像这个 这个f会产生这一条 还是会产生这一条 还是会产生这一条 我们的方法是 让骰子决定 OK 你投乱数决定 好 那给一个范围 多少到多少是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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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好 好 那它就会产生像这样的浮点数 OK 好 接下来呢 来看 如果我要更强一点 不是像刚刚那个type 3 现在改成type 2了 type 2的语法基本上就只是地毁而已 这边没有限制的 那我们来生成程式语言 你就会看到 像我写一个gesp.c 那它可以生成这样的运算式 有些有点复杂 对 生成这样的运算式 那这个gesp呢 它只有两条规则 1等于t加减乘除1 或者是t OK t产生0到9 或者是括号1 好 那这时候呢 你看1嘛 所以我产生十句的1 这样子各位才会知道说 那我产生出来每一句都不太一样 那产生十句当番例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1了 1怎么写 这才是重点 好 那我说它 如果乱数10小于5的话呢 我就产生t之后 继续再产生加减乘除 然后再产生1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一条t加减乘除1 好 就是前面这里 那 这个后面的t呢 就是这个 产生这一条 好 只有1产生t 没有加减乘除 也没有1了 OK 所以这样写 好 那这个t呢 也就是 t产生的是0到9 或者是 它产生的是括号 然后1再产生括号 OK 好 那其实 我这边好像可以更简单 因为 不行 因为除非我这个弄自穿 那这样可以了 这样已经算很简单 好 那所以 OK 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 一个运算式 有时候这个运算式只怕太复杂 大家会看不懂 好 接下来我们来产生自然语言 我写了一个叫 Genglish 点C的 它会产生的时候会产生十句英文 所以它会 Genglish打下去之后 The cat chased a cat A dog chased a cat The cat eat the bone The cat chased a dog 像这样产生十句英文 当然它的第三人称我们没有处理 好 那接下来呢 是 这个产生的程式 产生这些句子的程式怎么写 那它的语法是很简单的三句 自然语言生成规则 S产生NP 接VP NP产生D接N NP就是名词子句 VP就是动词子句 那一个名词子句是一个定词 接名词 一个动词子句是一个动词 接名词子句 好 那这样子我们一样产生十句的S 十句的句子 那S呢就产生NPVP 超简单 S直接产生NPVP 就是这一条规则 NP产生D或N 也超简单 那VP呢产生V或NP 也是超简单 那问题是 接下来那个VD和N 到底要产生什么 好 那VD和N呢 我们这边产生的是 如果是D定词 定词我们就一定是产生 这个D里面的两者之一 也就是2或2 OK 那如果是N是名词 那我们产生的一定是这三者之一 就是Dog Bone 或Cat 就是狗 骨头 或猫 那如果是动词的话 我们一定产生这两个动词之一 就是Chase 或Eat 追 或者是吃 OK 好 那这样的结果呢 它就产生的是像这样的句子 Dog Chase Cat 这种句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我生成的是自然语言 那我用这个GCC 去写一个GChinese 对 C 那它就会执行GChinese的时候 它会产生十句中文 这十句中文 这只狗追那只猫 那只狗追那只猫 这只猫吃一只骨头 好 这个字其实用错了 对吧 但是呢 为了程式简单起见 我们没有去处理这种东西 那语法才会简单 那一般人 一般人也不会太在意这个 学中文的人应该都看得懂 好 OK 所以这样子 我们产生的十句话 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 所以 你会觉得 这样产生出来的语句是 是自然语言 没错 好 那我们的程式就GChinese 一样哦 语法规则跟刚刚那个英文的版本 一模一样 只是呢 程式也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在这里呢 在这个阵列变成中文 变成一只那只这只 狗 骨头猫 还有追和吃 OK 就这样 所以我们 今天的课程 基本上就上完 好 我们用一堂课 把课程上完 现在是2点25分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来出席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